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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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里哀嚎伴隨狗叫聲 想要掙扎卻無力抵抗 離一起80歲老翁 渾身是血 被10隻流浪狗圍攻 咬到只剩一條內褲 那高的鮮明比人更中 流浪狗商人事件層出不窮 農業部統計 流浪狗數量從107年14萬 到112年暴增至18萬隻 人犬衝突日益加劇 我們台灣是一個 很有愛心的地方 我們對流浪狗我們不撲殺 那我會說這真的完全 就是在自欺欺人 2017年動物保護法修法 執行零撲殺政策 轉而提倡TNR TNVR 管理流浪動物 然而其中的原地放養 沒其名是保護生命 但當流浪犬成為 社會安全隱憂 完全本末倒置 愛之四足以害之 只看到狗這件事情 而沒有去看到狗 作為一個在我們這整個社會 複雜系統裡面的一個存在 就造成了人犬衝突 犬跟流浪狗的衝突 犬自身安危的問題 最後所有的動物都不得好死 零撲殺政策的後遺症 早已浮現 選之爆量從收容所到野外 原生的獸性和攻擊性 逐漸威脅民眾安全 我們很想問 動保司做了什麼 執法面的部分 因為大概都在地方政府 但地方政府常常 會發現一件狀況就是 可能有一些管制措施 並不是這麼的合適 那政府在面對 這兩方面的聲音的時候 我覺得他該做的 心裡有做 他就只是採取了一個 很就是安撫雙方的 這種做法 動作要快 好 動作要快喔 動作要快 這天我們來到王媽媽家 很難想像 收容近200隻流浪狗 卻能一塵不染 沒有異味 在良幼不齊的私人收容所中 實屬難得 昨天還有一個小姐 把狗接過老子 她不能養 第一道的主人 把她丟了 她接了 那我也不想養 我說 那你這樣跟第二道 第一道有什麼不一樣 你說人家丟了 你撿 你朋友不要 你撿來養 那你養了三四年 你又不要 那這樣跟你朋友 有什麼差別 說到氣急攻心 75歲的王媽媽拖著病體 天天凌晨坐到深夜 但流浪狗永遠救不完 她也很想問 零撲殺政策很好 但是配套在哪 不要說政府啦 不要說這個啦 政府... 政府來... 端保來檢查 我說你有什麼資格檢查 我說我這裡比你那邊 乾淨幾千倍幾百倍 因為他們都爆量耶 收容所都爆量 對啊 因為太多政府不管啊 流浪狗傷人已是社會問題 深安全之習性的訓犬師透露 犬之長期流浪 借心重 比起家犬相對較有攻擊性 如今只能從自保做起 來... 如果像現在他們在叫的話 通常我們都不會理他 對 繼續往前走 你就經過就好 他只是對你廢 好 你現在這樣他對你廢對不對 你就往他那個地方走 基本上他就會退 訓犬師呼籲 若遇到流浪狗 所要停下動作不能逃跑 再者避免刺激全隻或可幸免 但流浪狗一題惡化至今 從源頭的晶片植入 四主責任建立 到末端收容處置等 政府做得多是平息民怨 難道真的要等到犬之 傷人致死才要正視問題嗎 調查中心綜合報導